加拿大的华人亲人 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带经纪 报告服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您为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8号 星期五 奴隶3月初九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多伦多公寓价格将上涨 往事当街 吃枪劫持 刺激五兆酒驾 撞死老夫 贷款利率开始下调 预测房价即将出底 市长候选人将起诉 Metralinians工会罢工第十天 否则宣布修补保时制度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 今天的具体领路 多伦多公寓价格将上涨 多伦多地产局TRAP 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尽管多伦多公寓价格 今年出现了两倍数的下降 但预测公寓价格 在今年后半年 反正会出现反対 公寓销售价格在今年第一季度 与去年同期下降了11.4% 同时由于加拿大银行 实行了激进的价值政策 许多潜在的买家和卖家 都观望不前 公寓销售量在同一时期 下降了42.9% 特报表示由于强劲的人口增长 加上市场竞争激烈 以及更多的首次购房者参与 将导致公寓销售 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 出现复苏性增长 特报主席在新闻稿中说 尽管利率上升 但房租在增长 几多潜在买家 现在购买公寓的抵押贷款 还不到租房的成为 此外拥有房产的好处 是长期资产升值 今年第一季度 多人多公寓的 平均销售价格为72万元 低于去年同期的80万元 但随着首次购房者进入市场 预计这个数字将会增加 针对公寓的预测 是在整体市场 公寓反弹迹象情况下发布的 此外大多人多地区 房屋的平均销售价格为110万元 比上五月的109万元有所增长 但价格能比去年下降了百分之15 还有市场分析失手 低于预计首次购房活动 现在今年增加 可以预计 公寓市场销售量和价格 都会不速增长 望市当街持枪截车 都算在望市发生一气 截车未遂事件 预测客气警方正在追捕 两名嫌疑人 下午5点25分 一名女性在7号公路和 英德特亭地区开车 在轰动时停下等待 另一身上的现代汽车停在他身边 一名男性从车辆的副驾驶位置下来 接着一把枪 在试图打开 受害者副驾驶车门时 用枪指着他 当时车门车锁着的 阻碍嫌疑人的进一步行动 他走回了有另一名声音不明的男性驾驶的汽车 第一个嫌疑人被描述为男性 并高约6尺20分 第二名嫌疑人和现在汽车司机 被描述为男性不安人 在这中心 司机吴兆酒驾 创死了 上周在一条必可发生的一起车祸 至此案 一名无证驾驶和涉嫌酒驾的司机 正面临多项指控 4月18日晚上11点多 警方接到报警 在奔驰和艾比路 发生了一起 试骑四辆车的事故 调查人员说 这辆车在艾比路上向南侵驶时 一辆2018年款尼萨奥提马的司机 失去控制 撞上了另一辆车 最后第三辆和第四辆 也卷入了这辆车后 第一辆被撞车的司机 是一名65岁的妇女 被宣布当场死亡 亲书们说 当晚她前往青震寺 坐完晚年气导后 正开始回家 另外两名女性 包括尼萨汽车司机 被送往医院 伤势严重 但没有说明危险 另一个人在线上 接受了青霜治疗 警方已周四 代付了尼萨奥提马的 汽车的无证驾驶者 包括9驾导致死亡 被这次车祸调查 正在进行中 任何有其他信息的人 请与警方联系 贷款利率开始下调 随着加拿大通胀 继续走软 加拿大洋行在4月12日 再次宣布 利率维持在4.5% 洋行随时宣布 未来减息计划 但加拿大4月 必须在案件利率 却已呈现下调 趋势 预报到 案件必须网站数据显示 当前加拿大最低 5年固定案件利率为4.29% 以3月的4.59%回落 最低5年互动利率 从此前的6.1%回落 最低3年固定利率 回落至4.34% 案件必须网站联合支援人表示 贷券收益是 案件利率关键决定因素 案件利率不仅呈现下滑趋势 各大银行和贷款机构 还以天气现代和房市成为 纷纷推出 纷纷促销 目前 TD和CRBC 可以分别做到 3年固定利率的 4.87%和4.94% 预测房价即将出底 加拿大房屋贷款及保险公司 对MST支出 今年度的平均房价 不会回到一线水平 这是因为近期许多市场上 房价下跌幅度已经趋缓 预计价格会在本季度 不跌接着开始反弹 该联邦房屋机构 在周四发布的展望报告中 预测 房价和销量将在今年同比下降 并且到年底前 各地的全年平均价格 都将低于去年平均水平 对MST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平均房价已在去年3月 至今年3月期间下降了14% 现在区域平均 黄源短期意味着 销售增长的同时 价格应该开始上涨 这种现象 已经在多伦多和温英国华出现 实际上 预计价格的平均房价在明年会上涨约7.9% 在2025年会涨接近7.5% 如果按照预测 今年度更高的利率和经济不确定性 运动了货面经济的增长 然而包括高水平家人债务在内的经济推测性 促使CMHC考虑另一种预测情况 即加拿大将面临更长时间的高通胀和利率 根据预测 今年价格的下降 不会减轻如是的热度 今年的建房数量将出现减住减少 这将比2020年 这去年期间的降幅都要大 这也是衡量 住房开始动工时间 如何应对方言 不足的关键指标 CMHC此前曾估计 在今年至2030年期间 全国将建造约200万台房屋 更需要开工建造额外 350套住房能恢复加拿大住房的可负担心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要提高可负担心 我们就需要更多建房项目开工 预计在明年和2025年 住房开工数量将有所恢复 但预计在加拿大 最昂贵且房源有限的住房市场 包括温哥和多伦多在内 供应量的缺口将更大 市长候选人将起诉MHC 多伦多市长候选人 多瑞 原故一旦当选 将针对Agrin的LRT 合同违约和持续失败 起诉MHC 所费失忆 并表示 所得收益都交配配给 Agrin的AV上的企业 波瑞说 这种情况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多伦多人民不得不 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延误 沟通不上 僵局和对主要街道上的企业 造成有的伤害 这一会一直默默地接受 这种劣质表现 现在是时候表明 我们不会再容忍 必须有人保护纳税人 并为多伦多人民挺身而出 他认为 安一省交通厅长和 卖车人一省老板 想责怪承拨商 但这都无济于事 管理承拨商是塔门的工作 而塔门只是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工会罢工的第十天 由于薪酬和远程工作谈判 仍在继续 加拿大联邦公共服务工会的 工人们正在进行第十天罢工 双方都面临达成协议的压力 但还没有关于复工方案的讨论 目前薪酬和远程工作 争论焦点之一 联邦政府提出三年内9%的工资增长 时间追溯到2021年 现在工会表示已经调整了 对同一时期的13.5%的薪酬增加的最初要求 但并未透露新的数字 发工持续期间 加拿大人面临着从移民服务到护照申请 等各种联邦服务中段的问题 不得宣布修补保释这种安逸省省长 不得宣布将拨款1.12亿元 用于建立保释合规小组 修补安选先有的破烂的保释系统 来打击日益增加的暴力犯罪协议 确保高风险屡次暴力犯罪的人 能够遵守保守条例 不得表示全省范围令的汽车盗窃 并且袭击 入室抢劫和随机暴力犯件不再增多 政府希望通过扩大神经队伍 加强安选神经 OPP 重犯假释制法小组 建立专门的团队 这里的归查违反保释条例的人 包括还将用于提升新科技 为检察官提供更多的可用资源 来处理复杂的保释系统 我们迫切需要改革保释系统 我们看到太多无辜的人 因为这些危险的犯罪分子而实习生命 我们希望确保最危险的队传 能够被关在劳动之中 而不是出现在我们的街道上大肆不好 我们非常关心公众安全问题 因为人民现在已经惧怕走在街上 我们害怕达成公共交通 我们害怕在晚上出行 但是我们不希望也不会 让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下去 汇率和天气预报 4月28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率方507.8元人民币 明天4月29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7度到13度 有雨 多伦多6度到7度 有雨 温哥华12度到24度 少云 魁北克7度到15度 少云 卡尔加里4度到21度 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 中云 中云 好